這是一個一般家用的電風扇 我們試著把它接上電源之後 電力推動了風扇的葉片 就可以產生風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如果我們試著把這整個的程序 顛倒過來的話 由大自然的風 吹動這個風扇的葉片 是不是有可能產生電力呢 來 我們簡單做一個實驗 這是一個一般 我們準備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寶特瓶 我們用美工刀把它的底部切開 把這個底座去除掉 然後用剪刀 把這個寶特瓶 瓶身 剪成平均的四等份 做什麼呢 我們要把這四等份拿來做成風扇的葉片 好 為了讓它們的角度都是平均的 我們用打火機把它稍微的烘烤一下 好 差不多囉 這就是一個四個葉片的風扇了 那我們這邊拿的呢 這是一個小型的簡單的發電機機座 這是我們寶特瓶的瓶蓋 我們已經將它鎖在這個會旋轉的軸層上面了 看到沒有喔 所以我們只要試著把這個瓶嘴跟瓶蓋 現在將它轉緊 接上 喔 各位可以看到這有五個小型的LAD的燈泡 如果我們把這個自然風 假設它是自然風吹的狀況下 它有沒有可能發電呢 有沒有可能推動這個我們製作的風扇 讓葉片轉動 產生電流呢 我們試試看 五個噸全亮 非常成功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簡單可以在家裡面製作的 小型的風力發電機 透過一個寶特瓶喔 好 這樣子好了 我們現場請我們澎湖中興國小的幾位小朋友 我們親手製作看看 在家裡面DIY的小型風力發電機 來 同學請開始 可以喔 可以 那個你們可以剪這樣 先對腳剪 上面跟下面 然後左邊跟右邊這樣 這樣比較能夠剪平均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喔 好了嗎 都剪好了喔 好 它的會不會轉起來呢 哇 喔喔喔喔喔喔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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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一點 低一點 四個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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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近一點 四個燈 四個燈 你只有四個燈 只有一亮四個燈 高一點的 會不會好一點 喔喔喔 五個燈 五個燈 五個燈再近一點 所以其實喔 這個風扇還是要找到一個 最接近風源 然後角度跟它最合的一個角度 才能夠完整的讓它這個旋轉 這麼小的一個發電機組 如果我們把它放大幾百倍 放大幾千倍 它就能夠成為一個目前全世界最夯的 再生能源 風力發電機呢 It's magic 嗯 啊 啊 天啊 啊 啊 啊